運動實境節目第四季才剛播第一集 藝人選手們各個實力不容小覷 狂破大會記錄 節目收視率也創新高 全體平均飆高到2.11 布置百米記錄 由跨欄歌手ZIN跑出十一秒二四 打破大會記錄 累球支援項目 女選手Like壓軸登場 奮力直出三十九米六四好成績 手機測試賽就拿出超強實力 不斷刷新大會記錄 實力表現相當亮眼 其實從第一集開始 我們就看到這破身臉的確是讓人很期待 這個他們會用他們的這個記錄跟實力 來讓大家認識他們 其實我也很驚訝 因為第一次就是參與這個測試會 他們在測試賽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發揮出 類似我們這種運動員的實力出來 運動實境節目第四季 除了原先紅藍兩隊 分別有體育好手前維娟 將紅捷帶隊 另外新增黃隊由郭洪至領軍 賽制上也做了調整 增設循環賽以及資格賽 也多了破紀錄 將杯和勳章讓競賽過程高潮疊起 第一週選修狀元也預告更多即將登場 下禮拜的游泳跟跳遠可能會有不同的人 在場下發揮他們的專場 也有團體的躲避球比賽 那躲避球比賽也有蠻多人都發揮出他們的實力 我也會希望說之後的跨欄比賽 我可以再破紀錄 第一集節目就創下超高收視率 讓觀眾熱血沸騰 三十位藝人選手們測試項目中各展長才 也讓三位領隊選人很苦惱 第四季運動實境節目 也讓不少粉絲引領期盼 三地新聞蒙古哈羅佩裕台北採訪報導